这个地方,我们名称的话,比如说,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专案,那这个专案的话,我给他一个叫什么,这个地方我们就是,看这里这个名称,CH2-2-1好了,这个名称好了,OK,那这个地方的话呢,我希望它可以很简单,就是帮我输出一个,就是我的第一个Java程式的话,那直接在这边怎么样,建立一个,比如说CH2-2 类似这样一个名称,我的这个,这个章节名称,当然它这地方会先不建议这预设的套,不建议使用预设套,它希望你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套件,不过我们还是放在这里面按完成,不过完成之前特别注意,这边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,因为我要,按完成之前,我要建立一个所谓的man,这个man的话呢,是在Java里面的预设的入口, 就是一定会先从man的方法被执行,所以呢,如果你今天是开发这个Java的第一个,第一个这个class的话,记得这个打勾,然后呢,不需要继承,这个不打勾,所以特别注意,这个把它打勾,它会自动帮你建一个void,这个void就是方法,的一个man,man就是入口,然后呢,这个不要,按完成,完成之后的话呢,那我们就可以开, 你会发现呢,它自动帮我建立一个class,这个class是public,就是外部可以被存取的道德,然后名称叫做CH2-2-1,那它的man的部分,就是这一个,然后呢,我们就直接可以在这边打,直接怎么样呢,你就打一个system,然后直接打一个system, 不过你会发现,如果你打一个什么呢,打一个s,打一个sy好了,sy,然后后面system你可能懒得打,对不对,或者是这个class的名称太长,或者是这个物件名称太长,你有时候很懒,那它会提示,我刚刚讲过lt加斜线,它就知道怎么样,跳出system, 所以这个懒能写作法,不用背,很多类别,你只要打一个头,按一个alt加斜线,然后你按一个enter,它就帮你把system打上去了,点下去,那特别注意,你有没有放在system上方的话,然后这边有个out,有没有,直接用选的也可以out,然后再点,点下去会打一个p就可以了,printer, 然后呢,多一个le,printer,这边的话printer,因为你用printer也可以啦,或者是printline,printle就是换行符号而已,跟print差别就是换行部分不同而已,这一个方法,然后我们按enter,之后的话呢,里面的话,你会输出双斜线,里面的话呢,让它写什么,我的第一个java程式, OK,好,那这样的话,我们就完成,完成之后的话,如果要看到最后结果,是不是OK的话,请你先做save,我习惯是全部储存,再到这个地方把它弄起来,执行,那它会执行在下方,有个console,会跳出什么,我的,它会把这一段置串,绣在底下的console,主控台中, 里面,就完成这个练习,OK,那这里我想,各位先试试看,第一个专案,第一个专案,OK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